现在餐厅内用已经不需要隔一点五公尺的防疫距离了 不过在台南某一间韩式吃到饱餐厅 竟然有顾客自行向店家要求梅花座 也就是座位的两侧要近空不能带客人入座 原因是他认为桌子的间距很近 怕会有染疫的风险 让在场其他用餐顾客听了傻眼 认为怕染疫的话就待在家或是包场 而不是来造成店家的麻烦 疫情解封 餐厅内用已经不用隔板或1.5公尺防疫距离 但在台南竟有顾客自行向店家要求 用餐两侧座位不能做人 就是这三个人来到百货吃到饱韩式料理 要店员两侧桌子不能带客 说座位间隔很近怕染疫会有危险 让原本就在旁边用餐的顾客听了傻眼 可以在店家带位的时候 他就可以先跟店家告知说 座位想要做角落一点 不用就是已经坐好位置了 才又跟店家要求说 帮我两边也不要带人 是客人自己的问题吧 因为他如果真的害怕的话 那他就应该选择用外带的方式 诊断对话过程被po网 其他网友认为怕染疫就待在家 或是包场 凭什么要别人配合 而看照片 店家事后似乎也应要求 真的不带客人 就有网友说奥客是店家灌出来的 我们可能会请他先离开座位 请他另外再找一间店用餐 因为毕竟开店还是希望大家都有公平对待 对不可以因为个人的因素而想要请别人离开 或者是分开座 自行防疫升级 要求座位近空便没花坐 不止店家难坐人 也已经造成其他顾客困扰 奥客行为引来踏伐 记者综合报道